下一個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滑輪 滑輪就是一個輪子,旁邊有凹槽可以掛繩子 然後叫做滑輪,還有分做動滑輪跟定滑輪 我們計算的方式也可以用我說過的功能原理來算 但是大部分老師用一樣的方法把它當作所謂的槓桿的連續運用 這個叫做定滑輪,它不會動 中間那個固定的叫做支點,旁邊兩個力量的叫做施力點跟抗力點 所以就當作是一根槓桿,然後轉一下還是這一根 所以叫做槓桿的連續運用 既然叫做槓桿的連續運用就叫做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你發現這兩個都是半徑嘛,所以會一樣大 所以就是說施力幣跟抗力幣會一樣大 因此它會不會省力或者是廢力?不會 施力就會等於抗力 所以就不省力也不會廢力 同時你還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上那個座幕W上升一公尺 旁邊的也要怎麼樣?下拉一公尺 這個要上升的時候要下拉一公尺 所以走的距離也會一樣 所以表示不省時也不廢時 也就是定滑輪 是一個不省力、不廢力、不省時、不廢時的工具 大家用它幹嘛? 方便 方便 使用方便 比如說升旗的旗桿上面 有一個定滑輪 你在底下 往下拉很容易往下拉 旗子就會伸上去了 不用爬到旗桿上面 開始用手把往上拉 所以叫做使用方便 這有人會問你 有人考試會問你 問你說我為什麼要使用定滑輪 因為操作方便、使用方便的關係 這叫做定滑輪不會動 不省力、不廢力、不省時、不廢時 使用它的目的是為了使用方便、操作方便起見 這叫做動滑輪 往上拉的時候滑輪會動 叫動滑輪 中間的重物叫抗力 旁邊的施力F叫施力 右邊的那個叫做支點 所以就是一個槓桿 所以叫做槓桿的連續運用 然後你在圖上可以看到 施力幣可以施力等於抗力幣可以抗力 施力幣是直徑、抗力幣是半徑 所以施力幣是抗力幣的兩倍 所以施力只要花多少?一半就好 施力幣只要一半就好 只要出一半的力量就可以把它舉起來 所以它這個什麼工具? 省力的工具 省力的工具 但是如果要讓這個W整個往上提一公尺 你左邊的繩子要少一公尺 右邊的繩子也要少一公尺 所以何且要少幾公尺?兩公尺 所以你拉了兩公尺才上升一公尺 所以叫做廢時 就是我們說過的省力的會廢死 省力的會廢死 所以這是一個動滑輪 這是一個省力但是會廢死的工具 省多少的力?省一半?省一半的力量 把它加起來 組合叫做滑輪組 圖上所顯示的就是台灣會考的最複雜滑輪組 一個動滑輪加一個定滑輪 題目會再難一點 把它泡在水裡面 要考慮福利 我們後面有題目 還有泡的學生 最難是把它泡在水裡面 這是台灣的 你的 你的參考書 或者是你的 補習班老師 可能會教你說 一個動滑輪會省力二分之一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講法 錯的講法 不是 不是一個動滑輪就省二分之一 是要去數繩子 右邊這個圖的滑輪組 台灣沒有 大陸有 日本有 台灣沒有這種滑輪組 好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東西上面有四根繩子掉了它 所以 我只要出多少力就好 四分之一的力量 但是你要讓它上升一公尺 每根繩子都要少一公尺 所以合體要少掉四公尺 所以拉四公尺才會上升一公尺 一公尺 我告訴你說 不是看我的動滑輪有幾個 舉例 這個兩張圖 都是兩個動滑輪、兩個定滑輪 繞的方法不一樣 首先看我們的假圖 老師說 你的問題問自己依誰受力 東東受力 然後把東東框起來 就是跟他有關係的 把他 動動的東西把他框起來 你有電在射彈 電池的橋 好 然後 這上面有幾個繩子掉了這個東西 四根 這上面有四根繩子掉了它 所以一人出多少力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所以你只要出四分之一 就再把他掉起來 但是每根繩子都要少一公尺 他才會上升一公尺 所以要拉幾公尺 要拉四公尺 要拉四公尺 可是如果換成右邊以圖了 一樣誰受力 東東受力 把東東連結的東西框起來 現在有幾根繩子掉它 五根 有五根繩子掉它 所以一人出多少力就好 五分之一 所以他只要出五分之一就好 那也一樣 要讓他上升一公尺 每根繩都要少一公尺 所以何只要拉五公尺 拉五公尺上升一公尺 只要出離五分之一 所以 都是兩個動滑輪 兩個電滑輪 可是繩一個情況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我要告訴你 不是一個動滑輪就會繩二分之一 這個觀念是錯的 是要看你繩子有幾根去數才對的 再正確觀念 不過沒關係啦 你有跟你講過了 這叫做台灣最複雜滑輪組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算一定省多少力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台灣的題目一定省二分之一 我們台灣的題目一定省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不是 不過而且圖上面的這個假圖跟以圖的滑輪組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大陸有 日本有 台灣沒有 但是重點是要告訴你 他到底神多阿利是要怎麼辦 他到底 神多阿利是要 數繩子 看有幾根繩掉的他 而不是 去數有幾個動滑輪 這是重要的keyword的觀念 OK嗎 OK